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eeFeeFee Wo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總 今天技術派練武功啦 練武功 我們來請教三位 今天少了女主持人 好像有點乾了 我要喝水都要找時間 今天節目是留下來 或者我跟你走 很顯然的 Luna是自己走了 真假逃命波 原來這樣看 我們只要三個 還願意跟我留下來的分析師 第一位 陳俊妍分析師 看一下是不是逃命波 陳俊老師 哈囉 大家好 那台北股市這一邊來講 確實要好好掌握住機會 不是逃命 但是就是說 至少你度過2022年嘛 至少度過2022年 台股這次反彈 是不是逃命 他就覺得不是逃命 第二位 林玉凱 分析師 來 好的 因為其實這個標題原本是很浪漫的 但是在鬼門開前戲 我覺得有點詭異 留下來 或是我跟你走毛毛的 毛毛的 對 這個數字 有些這個殺價的過程中 反彈 是真反彈 還是假反彈 像玉凱 有時候減肥的時候 哎 體重 下娃下娃 90 下娃到80 下娃到70 是真反 然後彈上去的 是真反彈 還是假反彈 看起來到最後都會復判 會不會 不會 不會 所以是 假反彈 再一次逃命波 數字是不是 好第三位是 古怪教授 謝承諺 哎股市談起來到底是真的 反彈 還假反彈 陳諺教授 我也想說 這一段時間來 系數也教了大家 非常多的東西 是 那我們就仔細來回想一下 好 是 好 沒有 嘿嘿 對 好 是沒有 是不是哏 對不對 你為什麼也是哏 要現學現用 嘿嘿嘿 對啊 是不是哏就是要現學現用嗎 對不對 我就再細想一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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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好冷喔 好冷喔 每天都喜歡用人家的哏 好我們來請教國外教授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啊 剽竊 還好是剽竊啊 對不對 注音錯差很多 好 對不對 好 留下來跟你走 其實今天說真的這一集 我整個心情不是很好 為什麼 因為沒有那麼大 因為本來這一集應該可以有一個 有一幕可以演啊 對不對 你可以跟他交錯 留下來還是跟你走 有沒有 對對對 這要我跟你演嗎 啊對不對 你要害我得猴鬥嗎 哦 是不是 沒有演到這個 天啊 一直被你跟玉凱侮辱 是不是 對 好啦 其實基本上喔 我覺得今天 這個內容 非常的重要 我們尊重每個人 多元成家的權利 這個我們是尊重 對啊 可是你這樣講 他們好像很可憐做錯事 沒有沒有沒有 也不是 也不是 好 來 千萬不要這麼想 千萬不要這麼想 好 那基本上呢 今天我們要談這個 留下來或跟你走這件事情 聽起來確實很浪漫喔 不過 回到了交易市場這件事情就不是那麼浪漫 因為 談股票不能像談戀愛 對 基本上喔 你該走 還是不該走 你要怎麼判斷 是你看喔 這種反彈 A A B C坡 哇 西坡下滑 你看喔 如果 我跟你講 十幾年前的時候 最流行 最流行什麼 波浪理論 波浪理論 每個人都屬喔 屬波浪 A B C啊 我們晚上一點點 C沒看到 C C還沒到 長C C 來 A坡下跌 B坡反彈 這次是B坡反彈 B坡反彈的話 那就是C坡下滑 OKOK 結果不是 真反彈 OK 怎麼看 這個重 這個信號代表轉折點 其實波浪理論有一個重要的精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真的學到啦 那個 就是他最準的時候 就是整個行情走完的時候啦 所以如果你有學到這個精髓 所以廢話就對了是不是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這個禮拜五沒有漲 就是下禮拜 好好好 你每一次都只能靠別人哏 二手哏 我今天都用二手哏 爛壁了 爛透了 爛壁了 你看那什麼二手哏 請看昨天的VCR 這個節目啦 現在都要用你的那個哏 爛壁了 你真的爛壁了 不好意思 都不認真 那這個 這個我以後盡量盡量盡量 好 我們認真談啦 不要一直在那邊 耍那些哏啦 好不好 我們認真來上一下課 你幹嘛罵自己呢 好 我不許你這樣說 不許你這樣說 這也是用別人的哏 好 我們來講 因為現在我們也坦白講 台股還是不算多頭 說真的也是不算多頭 等於還在空頭震盪主體的過程中 還有很多的利空消息在淬煉台股 所以 到底我應該 漲上來我應該減碼 還是說其實 漲上來我就可以放寬心 繼續持有 這兩件事情其實就不同 那如果是逃命坡 基本上漲上來我要趕快落跑 這個是合理的 這就是我要跟你走 最後一坡嘛 我不要留下來 我要跟你走 對不對 你不要留下來洗碗 這個就是我要跟你走 那通常逃命坡有幾個訊號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這邊有四個點 頭部有一些大量套套區 一個整個都在一個區塊裡面 一定有啦 這個一定有 這個一定會有 那第二個呢 一定跌破 比如說頸線啊 季線 老師我們來直接看頭部型態 我們看一下那個記錄線圖 我們看下一 直接看下一張好不好 有沒有這個頭部 沒錯 大量套套區 大量套套區 跌破季線 有沒有看到 好我們來看上一頁 再回到上一頁 上一頁的第三點是最重要 就是萎縮 成像萎縮 萎縮這件事情 那通常萎縮以後 這個 縮起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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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縮起來 你要起來就比較省 就跟他熱戰人說一下 需要一點刺激 需要一點刺激 對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 有些人怎麼刺激都沒有用 對對對 怎麼刺激都沒有 你要講育凱 不要這樣亂 不要歪樓好不好 不要歪樓 我很認真在分析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季線下彎 但是這個點 我要跟大家講 在食物的操作上 會有一點點困難 因為大部分都下彎 這樣都下彎的啦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成交量的萎縮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當然我們 等一下還會再回來這一頁 等一下會再回來這一頁 我們再回來看這裡 下跌 你看一路跌對不對 好 是不是反彈了 反彈 哎這反彈成下的萎縮啊 好 這個其實我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如果這是一個真反彈 大量的買盤一定會不斷的湧入 也就是說 反彈很多人會賣股票 但是主力真的想要做上去 他會不斷的進來 把那些籌碼都收走 所以你看 這一個是不是一個萎縮 等於是說 彈上來 他根本不買 他反而利用反 反彈的過程中不斷的減碼 這個很麻煩 老師這隻個股 大盤也這樣子嗎 因為如果大盤這樣子的話 台股也萎縮了 其實我跟你講 大盤比較難用這樣去論斷 大盤比較難 因為大環境問題 因為他是大環境 還有一個我們現在在講的這件事是 背後有我們假定有一個主力 在操作這個股票 所以 我們這個概念 你不要用在大盤 大盤不准 因為有時候台股量說一直漲 基本上大盤 我還是建議你要參考基本面 還有產業的重要的一個訊息 這是個股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再重複一次 所以要頭部型態 剛好頭部型態 成交上萎縮 跌破支撐線 跌破 跌線下彎可以不用離開 好不好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們常見的一個逃命波 當然你就說 我們常在講 價漲量說是逃命嘛對不對 那是不是價漲量真就是真反彈 這一半一半 當然基本上可能性會好很多 可是不一定 但是我一樣 等一下我會舉例給各位看 有時候真反彈也有量說的時候 不過我們是用大部分的一個例子 大部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還會加一些更好的條件進行 我們先往下看 看這邊怎麼這個信號 這邊怎麼做轉折 好 到躺上這邊的時候是要下去 還是要繼續加碼 這個轉折 人生的交叉入口 你和我 這個其實 來 你如果 往下看 我們往下看 就是 我常常在講 這好像在追女生 對方是不是真的 算了 今天這個梗又有一點意味都沒有 我突然發現沒有女生嘛 那我講這個梗要幹嘛 要表達什麼嗎 到時候也沒有人會笑啊 連今天我們製作人也請假了 是不是 製作人的女生也不在 自從 裡面有沒有女生 後面有沒有女生 就出來 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因為都沒有連連製作人也請假了 都沒有知道我們舉例的女孩子 連製作人都請假了 沒有 那這樣這個梗要用什麼呢 好不好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好不好 叫設計主管出來 沒在這層樓 下次再怎麼樣找一個美女做來鬧 不然我們有些梗是需要美女的搭配 對不對 其實我看到你也是不開心 我一轉到那邊 算了 這個沒有什麼 兩個男生 我講這笑話是要講給誰聽啊 好 快說 你要許怎麼哏 好 沒有 忘記了 這不重要啦 沒有 忘記你怎麼哏 這不重要嘛 你根本就沒有哏 下次有美女我再來用嘛 不要假啦 你不要害我這樣一拖又五分鐘了 大量套牢區有沒有 假 假 反彈 兩桌 這連電難怪破下去嘛 好不好 這之前的線圖 我們再看下一檔股票 我們看下一檔 威勝 這一檔一樣嘛 上面這是不是有個套牢區 是 那季線也是下彎 可是你看這反彈喔 到這邊轉 反彈對不對 A B 開始反彈對不對 這句子 奇怪喔 量就衝上來了喔 不要怕 我跟各位講 這就是一種誠意 是 這就是一種誠意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要追個女孩子 往下我們要看量 你要追一個女孩子 你要有誠意 要有誠意 要砸錢 要砸錢 沒錯 所以 股價要漲 你要砸錢 因為成家人就要砸錢嘛 沒錯 錢砸出來的 這個絕對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他量有上來 而且去突破季線 很重要 好 很重要 突破季線 我們看下一個 來 好 OK 好 所以 真辦談假辦談 我覺得 我們不用一直去 去分辨什麼是假的 我覺得找真的比較重要 啊 對吧 是 對不對 就是我們不用一直去想 我懂了 女生 女生 我們不要一直去分辨 這個是不是渣男 這個是不是渣男 我們一直在想說 這是不是渣男 不重要 動作要快 然後 你要去想 什麼是Mr.Right 這個比較對 好 好 來 那 所以學會這一招 第一個 技術面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只要找對 對下一個就好 你看其他都渣男嘛 不是你的渣男嘛 沒錯啦 像這邊有沒有 這都不是啦 這不是什麼 都不是渣男 不是渣男 對 對不對 他們兩個笑得蠻開心的 對 蠻好 蠻好紅的 我發現他們兩個 今天沒有辦法 今天沒有 少了女生 少了一位 真的 差很多 來 技術面的部分 當然第一個 我講 暫回季線 可是這個東西 絕對不是先發生的 我先提醒大家 但不是先發生 先發生會是什麼 打底形態 W底或頭肩底 這個很重要 好 但是呢 真反彈一定要搭配一個很有實力的金主 是 金主很重要 是 這很像說我們去相親的時候一定問你有沒有車 他說沒有 你有沒有房 沒有 結果就不嫁給他 他說他沒車可是我有飛機啊 還有遊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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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車啊 百人遊艇啊 我真的沒有車啊 沒有一海上為家嘛 所以我沒有房啊 對不對 全世界的旅館都是我家的 所以這個要重點 就是是不是金主很重要 所以有沒有法人 另外一個叫做測試 我們常常在講 感情是要經過淬煉 所以利空來不再破底這件事很重要 當然大家會覺得這個東西有點籠統 是 就說啊那什麼叫利空啊 什麼叫利空不跌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舉例給各位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齁 你看這段時期齁 這個股票建設齁 這個是做散熱軍片的 哇 跌一倍 一直跌 跌5折 跌5成 對 開始反彈有沒有 反彈這邊大家覺得真的假的 你看利潭五天七 我們剛剛講要有量對不對 量有沒有上來 有 這裡有嘛齁 量有上來嘛對不對 量有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 放大一點好不好 量有沒有上來 再來 往下看 你看 頭馬 往下往下 對 法人買超 我覺得這幾個點對我來講 我會認為這個反彈 法人買超量有上來 對 應該是真的 我們畫條件好不好 對不對 不行啦 沒關係不能畫就算 我自己畫量有上來 對 法人又買超 對 真的馬 真愛馬 沒錯 沒錯 所以你看他後面就會站上 站上記線 就有機會 所以我說自己站上記線不是先喔 你不要用先站上記線這件事 是玩的事情 沒錯 記線是最不重要的 好不好 就是你現畫的出來後面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像剛剛你看好像畫不太出來 對對對 來 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要找資質很棒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 來 那你看創意也是一樣齁 套牢賣下去怎麼辦 反彈到 到大量套牢賣下去 到他大量套牢賣下去喔 剛才你講 剛才你有講到一個重點對不對 你說 其實有時候 真反彈 就真的是反彈 然後會繼續往上走 不一定量有上來 你剛才有講到這一點 對因為這邊量沒有上來吧 對我有特別注意聽 對你有注意聽齁 對我有特別注意聽 我講的不錯吧 你下來你下來下去了 OKOK 所以我下去了齁 沒有沒有 通告費你還是得領 但是你看齁 但我剛才講到一個重點齁 是不是量有沒有增加 沒有 沒有這個真的是例外 可是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量增加 量增加沒關係不用NG 你剛剛在練舌頭 量量有沒有增加 他是一個增加的 我們這個節目播出的時間是幾點 你知道嗎 他不是十一二點以後 好不好 你麻煩你注意一下自己的演繫 你為什麼什麼事情都想到七十三色 這個 來我們先講不行不行不行 那我講完這個 量有沒有增加 不是重點 量如果是反彈過程中增加是加分 當然是加分 可是沒有增加不能說就不行了 對 所以要多個法人資訊買超 所以我們剛才 其實還有加幾個條件 法人資訊買超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形態 這是一個WD WD 然後到這邊信號的時候 沒錯 法人有買喔 法人有買超 OK 法人買至少不是賣嘛 雖然買不多 沒錯 也是怎麼樣 我的一小步 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好像 你要講梗對不對 等一下讓我梗 我在想說 這個梗 其實因為你是主持人 我尊重你 但是有時候有一些梗 真的很爛的時候 我們也很難反應 我至少是有創意的一步 很難 沒關係 所以你是要講 那你應該改一下 這個 我的一小步是有創意的一大步 對不對 那就沒問題 來來來 那基本上它是符合這個條件 我覺得OK 好 再往下看 量增加最好 至少把人要持續買超 也更好 沒錯 那你像你看這個股票 一樣嘛 一定有套牢區對不對 是 然後也一路跌嘛 W底了 好 然後這時候打出W底對不對 好 其實量有為止 量根本沒增加 一直到後面才開始 到後面 來不及的啦 沒錯沒錯 所以你這邊你要看法人真的買 力量說 可是法人在買 而且重點是型態 你看這些法人多壞 那說的會不行的 你聞到 沒錯 所以我覺得 說不到1300 可是你法人在偷買 所以如果你看他反彈的時候 量沒有上來 我總結一下我們回到 剛才的那一個 反彈的要點那個地方 學會這一招 我覺得如果說 他今天在反彈的時候 量沒有上來 基本上我覺得可能性比較低 可是為了避免錯過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要不要注意一下兩件事情 一個是型態 另外一個就是法人 如果有給他一個機會 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像 現在人家問你說你有沒有錢 你說我沒有車子 你要給他一個機會 問一下有沒有飛機 對對對 問一下有沒有直升機 有沒有遊艇嘛 好不好 來育凱老師這樣 把妹高手 這話是任何法人都可以嗎 好 基本上喔 不是我跟你講我最不屑的就自營商 我再跟你講 我自營商看很短 他就很短嘛 你什麼出身的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其實我們在講法人 基本上我們比較在意外資 外資 投信 是自營商最不屑嗎 對不對 也不盡然 不是你先回答我 是不是最主要是看外資 外資跟投信 那自營商最不屑 這個也不盡然 也不盡然 那你是不是自營商出身的 這個也是 也是 怎麼辦啊 對不對 又不能否認對不對 所以育凱老師謝謝你 育凱老師給我 其實他今天要來反擊就對了 對 他利用這招來反擊 我這眼神告訴他 被偷嘛 對不對 被偷梗不高興 駿老師有什麼問題 我就看你們表演 看我們表演就好了 就表演 這有個是你 籌碼面 是要看投信 投信啊 投信最加分 再來是外資 對沒錯 你其實講到尤其是在底部的時候 往往投信願意進去買 其實表示他做了非常深刻的產業功課 因為很多投信是追高殺低 對 說老實話也是韭菜式操作法啦 好不好 我講一句實在話 其實台灣的 他如果說真的低點買 他會去做一些產業調查 會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這個點還是 他如果不是追高殺低 大部分其實我認為投信很多行為 大概七成以上是真的追高殺低 沒錯沒錯 可是他如果低檔的 願意低檔的時候還買進 那代表他是 沒錯 你講這個觀念是對的 因為畢竟我以前也在投信待過 我也是 對對對沒錯 ok啦 可以啦 所以說你在自營商待比較久還是投信 都有都蠻 明明就自營商比較久好不好 是是是 好沒關係 所以告訴我們一件事喔 來結論喔 就這個第一個最好是 反彈過程中 要價漲量漲 對 會比較好 如果價漲量說有點危險 可是價漲量說沒關係 你可以多個籌碼面 所以價漲量漲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圖喔 來我們來看這一張圖 建設這張圖 法人有買進我們放大 反彈過程中 法人有買進 成交量也有上漲的股票 往上一點點 就會發現到 真的是真的反彈 所以我們要從法人來看一下 技術線型來看一下 哇強勢的V轉 這也是我們不錯的型態學 細線法人最後的 我這邊最後交大家一個 價漲量漲 還要再加法人持續買超 我這邊最後教大家一個點 就是說 這個觀念 你不用把它硬要套在大盤身上 套在大盤身上 套在大盤身上 然後第二個 假設同類型的股票 同類型的股票 比如說 建設 然後我們發現 車店類的股票 都有這樣特徵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那個反彈絕對是更真實 更真實 這個提醒大家 謝謝老師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這樣子 我累的 謝謝謝謝 留下來或跟你講 請走好不好 要不要 要不要演一下 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 謝謝你 通告費趕快點 聊一聊 Luna不在 你就把我當作那個 是不是 留下來或我跟你走 真假逃命波 原來正要看 有沒有學到 玉凱你有沒有學到這個東西 你為什麼辨別逃命波 逃命波嗎 其實我覺得像成交量 是我最常看的一個指標 那的確在搭配法人的話 我覺得勝算會更高 但是就是不要看自營商 因為自營商出來真的比較短 真的喔 對 這看的比較短 所以自營就比較短 陳妍老師你有沒有什麼看法想要 否定我們兩個 我覺得短不短這件事 其實要真的比較以後才知道 就是說操作的時間周期 短不短 真的要比較 真的要秀出來才知道 要秀才知道 誰比較長 誰操作的時間長還短 留下來或我跟你走 真假逃命波 因為這樣看 因為一群男生就是講話那麼無聊 齁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學到的東西 來真的談的還是假的反彈 所以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同學可以留言 你有沒有想要說 哲哲啊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學的技術分析 通常可以詢問我們 說不定 很有機會 幫你做一個專題喔 報導 專題一個解析 每週一到最後晚間八點上線 然後也記得要留言喔 一三五是解盤影片 二四是加學影片 最好你吃口號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漫聯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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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你快這麼激動 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積頂積頂千斤 你不要賣什麼 因為台股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核心也要千斤頂啊 我自己想到幾千斤 再重新八千斤 下最低 想有改掉的壞夢幣 你怎麼都不會當啦 不行了 你快點隨你 對我連在你 幹嘛怎麼辦 啊 掉了 都不是的 不反正在 暗記 重伴 你快點起 將來 什麼意思 這真的有空 哇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上誨叫 happened smile SERHゴ 謝觀禮 瘋狂 股私福利社 讓人來保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